大家好啊 目前我在瑞士的苏黎寺湖附近 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领略一下此地的湖光散射 看不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 我昨天刚到苏黎寺的时候啊 一是因为落地的时间多少点晚 二是呢 出来乍到对此地也不是了解 所以啊 就迷失到苏黎寺周围的水泥丛林里了 当时感觉索然无味啊 苏黎寺就这样啊 之间很多人都说啊 苏黎寺这地方旅游啊 美景挺多 但是我发现城市里边风光 不过如此的嘛 你要说干净整洁的话 咱又不是没见过 古旧的建筑之类的 那巴黎也有不牢草啊 为什么专程来一趟苏黎寺呢 但是到了这个苏黎寺湖附近 发现 哎呀 这个城市的眼影之下 有这么一块瑰宝之地 你看远远望去啊 山川层层叠叠 一时关不到尽头 这个风景确实是很独到 周边这些小游艇之类 我估计都应该都是诗人的 住这么一块地方 买的不可能吧 你这地方能单独买一块地方 应该是长期住 住下来之后呢 买个游艇 平时没事搁的溜的溜的 当然这肯定是当地的有钱人了 远处那种游艇 我估计它是对外旅游出租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坐 而且现在时间也有点晚 快到七点了 你别看说当地的阳光啊 看起来还是挺毒辣的 但是这是欧洲的自然特点 就这地方日落是相对比较晚的 咱往前走一走啊 你看这地方好多都隔着游泳 哎呀我也应该买个泳裤 往下游一游 本身我也会游泳 我也愿游泳 这地方它自然水域 它也不管多好 高低得买个泳裤啊 今天一会儿我拍完视频之后 回来我就买 下去游一圈 小狗 小狗挺好玩 在当地啊 你怎么分清楚谁是当地人呢 谁牵狗谁就是当地人 因为你卖地人你没法牵狗 我在当地玩查了 你要是养狗的话 各方面条件呢 挺苛刻的 不是谁都能这个养狗的 这地方看来是主要的一个游泳区域 你看他们基本都从这下水 那边还有小鸭子之类 哎呀 但是我要是下水的时候 我得注意点小鸭子啊 为啥呢 那你别惊扰动物啊 这地方我估计你要是惊扰到动物的话 应该容易给自己引起麻烦呢 所以我不能游到这个鸭子群体里边 我得是搁这个位置游 哎呀 你看前面 这地方说实话 我正常来讲举摄像机多少 哎呀 我都有点忐忑 但是怎么说呢 毕竟是共同区域啊 允许你 就是说在这地方塞日光浴 你不能不允许其他人 就正常的游览城市风光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 咱们说呢 呃 城市归属于每一个人 包括游客在内 尤其在公共区域 公共区域的话 又有何房呢 是不是 又有何房啊 左边的地方 当然我了解啊 你不能说啊 一直盯着一某一个人排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看啊 多壮观多壮观 这地方 一会我也得必须得隔着这中间呢 找个店买个店之类的 到超市里 我也躺中间 躺一躺 晒一下日光浴 保养一下皮肤 因为啥呢 晒 那具体保不保养就不太清楚了 但我作为一个男的 晒肥点 又有何房呢 就是很正常 还有人打排球呢 哎呦 还有人练拳呢 不是练拳 那是打什么玩意 乒乓球吧 不是乒乓球 不知道他具体是练啥的 你看最里边那块 踢主球 football 太多人了 当然有的是愿意晒 太阳有的是不乐意晒啊 反正乐不乐意的 也就这样 接下来啊 我就要去 操事里 买点装备了 我也要参与其中 你看这种 人与自然的 欢乐盛景 我怎能 错过呢 这些得感受一下 这样一来 没白来书离市吗 你看 往里边一瞅 密密麻麻 全是人啊 哎 还有人挥手呢 还有人挥手呢 你看 他们多讲着 还有人挥手呢 他知道 这都游客吗 来回溜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多人 而且这里边 不分男女老少啊 就是什么年龙阶段的人 都有 休闲度假的好场所 在城市内部 有这么一块地方 确实让人感觉心旷神怡啊 再见了 各位观众